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年CubeCon China,我们的线上虚拟峰会 那首先要感谢泽峰基金会的同仁以及其他社区的小伙伴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帮我们把这个线上峰会操办了起来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peanote演讲 就是Mindsport助力全新的Cloud加AI原生的生态系统 我是来自华为计算开源生态部的黄之鹏 那首先来简要介绍一下我们这次keynote里面的主角Mindsport 那其实所有在从事深度学习相关领域的朋友们大概都会了解到 即便在人工智能已经非常火热的当下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 那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学术研究和产业落地之间存在着巨大的gap 比如说我们在学术研究 其实通常我们会用到比较小数据集 科学家们会经常的去尝试新的模型以及做很多的创新 那么在产业落地上呢 通常我们会使用比较大的数据集 那有的时候呢会需要有预装有的知识去对数据进行标注 而且通常我们会需要非常稳定 鲁棒性很强的这种功能实践 那实际上这两者之间是存在着一个比较大的一个gap 那Mindsport呢是华为在今年3月28号开源的 一款全新的面向端边云全场景的深度学习推理器训练框架 Mindsport的诞生呢 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希望通过提供一个统一的一个全新的深度学习框架 来方便开发者更加便捷地去开发深度学习模型 以及方便很多的这个应用开发者在各种各样的生产环境 去轻松地把这些模型部署起来 那Mindsport呢主要是由我们的前段表示 Mindsport的IR以及Mindsport的Graph Engine 这三层组成 那Mindsport是能够面向云计算 边缘计算以及我们的手机测移动的 全场景的这么一个框架 而且对CPU GPU以及好一个生存硬件 都有完整的支持 那我们的源代码呢是在马云以及Github上面 都已经全面开源 而且目前我们已经更新迭代到了 0.6.0版本 每个月一个版本的速度 快速的发展 那么这里简单介绍一下Mindsport的几个比较重要的特性 那首先Mindsport提供了基于源码 或者说是source to source的这么一种自动微分的方法 那使用了这种基于源代码的自动微分 可以极快地帮助开发者去构建整个的反向传播的图 非常方便数据科学家去开发一些极其复杂的生存学习网络模型 那对于自动并行来说呢 Mindsport和升层硬件 华为的升层AI处理器配合起来 可以实现非常好的一个数据并行 以及平常我们所通常提到的模型并行的一种混合 那使开发者不用在手动的去配置很多的这个并行的切分策略 只通过一条语句那自动的实现在大规模机群上的一个自动并行 那最后呢也是借助了升腾芯片极强的这个计算能力 Mindsport是可以支持升腾的原生的执行 比如Mindsport可以做这个整图的下沉 以此来极大的提升整个的这个计算的性 那虽然Mindsport是一个新生的社区 到现在大概有四个月的 开源了四个月的时间 那整个社区呢 还是以一个比较快速的速度去发展 大家可以从这几个指标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们的ProCast数量 我们通常意义上来看开源社区的StarForkWatch的数量 我们的官网的一个总的一个流量 包括我们也是在疫情期间制作了很多的线上的教程 包括组织了很多线上的这个活动 我们的整体的听众数 我们的下载量 以及我们整个线上社区的开发者 都是有 都是以一个比较快的速度去承转 那Mindsport作为一个开源的深度学习框架 自然离不开 整个的深度学习 开源的一个生态系统 那首先在框架层面 可能很多的开发者都会问 Mindsport作为框架 那是否能够支持和其他框架的一个或者转换或者对接呢 那其实我们现在比如说在Script的层面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叫Mind Converter的工具 可以帮助开发者很方便的在PyTorch和Mindsport的这个 算子之间进行转换 包括发现他们的映射 那Mindsport原生的也支持了Onix 这个现在业界比较主流的这个IR的格式 那其实通过Onix Mindsport就已经可以支持很多这个框架的 比如说大多数场景下的推理工作都已经可以支持了 那么在未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好的去支持 比如像Keras啊比如像DGL这样的更加贴近应用开发者的这个框架 那么在流水线和基础设施这一层呢 我们目前已经有了和Qflow以及用Kubernetes进行训练以及推理集群的这个部署的方案 那我们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将像MLflow这样的项目也支持起来 那在硬件这个层面呢我们目前支持了CPU GPU以及华为的生存AI处理器 那么在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支持更多类型的硬件 比如说像IPGA 像现在最新的Risk5 开源指令 这一类的更多的硬件形态 那在社区治理方面呢我们也是采用了这个四个开放的这么一种开源的理念 那首先我们是通过有一个全球化的来自14个不同的机构 以及国家的这个技术人家组成了我们的技术园会来实行一个开放的治理 我们在社区呢也目前有9个Special Interest Group 9个C来进行这个非常开放的一个开发 我们所有的迭代计划 我们所有的这个特性开发都是在Kita和马云上进行的 同时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社区的伙伴 我们也是通过开放的开放的协作和这些伙伴 以及很多的开源社区进行合作 那最后呢我们也是通过像共同组建Working Group这样的形式 推动开放的创新 比如说在分子动力学领域 我们最近就会成立一个专门的一个Working Group 来解决相应的问题 那其实在最近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 在整个云原生的领域逐渐在催生出一个新的方向 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叫Cloud and AI Native 这么一个landscape 那基于像Kubernetes 像罗米秀斯 那我们提供的非常好的云原生的这个技术设施 那围绕着像Kubeflow Jupyter等这样一系列的 我们说MLOPS 整个流水线上的这个非常好的开源项目 现在逐渐逐渐在形成一个非常好的AI原生的这么一个生态 比如说像Pachetum这样的项目 像Katib 我们有Horror World做这个分布式的这个训练框架 所以我们理解一个全新的云加AI原生的这个生态 正在逐渐的形成 那这个生态其实是需要有一个框架 能够做这种端到端的联系 把整个的生态串起来 那我们认为Mansport是符合这么一个需求的 这么一个全新的框架 那接下来再介绍一下Mansport 是如何助力这个全新的生态的成长 那首先我们在Mansport的社区 进行了对WebAssembly这样一个全新的一个全场景运行时的一个支持 那么熟悉WebAssembly最近技术发展的这个朋友们都会有了解到 通过像WebAssembly System Interface 这样最新的这个比较新的Initiative 业界呢正在尝试将WebAssembly 从原有的仅仅在浏览器的支持 逐渐扩展到向云 向边缘 更加通用的这种计算技术社市场的支持 那对于Mansport来说呢 我们也认为WebAssembly代表了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那我们现在在社区进行的一个开源的一个实验性的项目 就是希望能够在比如说在TVM这样的开源项目的帮助下 我们能够生成一个这个Wasm格式的这个模型 那通过WebAssembly runtime的加载 可以被用来像最新的这个Croslet 这样的就是G-Rust的Humanities Node的项目 用来加载 比如说是面向Wasm格式的这个Node节点 从而使更多的用户能够 体验到Wasm带来的诸多优势 那第二个方面呢 我们在Mansport社区做的一个 也是一个实验性的项目 那就是Mansport和EBPF的结合 那最近我们在CNCF社区看到有很多新的 非常令人兴奋的和EBPF有关的项目 正在蓬勃的发展 比如说像 标口 像我们此前熟知的CNM 那EBPF作为一个非常好的内核的 这么一个观测工具 我们认为同样可以为AI带来 非常好的可观测性以及可有解释性 那我们的这个实验项目呢 也是希望借助已有的面向EBPF的这个开源的工具 以及像普罗米修斯这样的原生的项目 来能够为比如说Mansport的training的过程 来提供非常好的一个可解释性 那在整个的训练级推理集群的部署上面 我们都有比较好的开源的项目的合作 比如说在训练集群的这个整个的部署上 Mansport和Volkino的集成 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项 那Volkino作为也是从华为走出的一个新的 为Kubernetes提供P处理调度能力的证明一个项目 和Mansport有一个天然的非常好的结合 能够实现大规模的比如说GPU集群的 这个推理集群的一个部署 那在做推理的时候呢 我们目前也实现了这个Mansport和Qflow的一个结合 那我们主要是呢 将Mansport的这个推理功能 和像KF Serving Kinetic Issue 以及Kubernetes这样的开源项目结合起来 实现一个面向推理服务的一个开源人见证 那最后还是非常欢迎感兴趣的开发者 来加入我们这个新的社区 大家可以访问我们的官网 访问我们在马云和Github的这个代码 加入我们的旅游键列表 以及这个加入我们的QQ群组 我们的微信群 我们还有抖音和Bilibili官方站 那总而言之 Mansport社区 结成希望为所有的对深度学习感兴趣的开发者服务 感谢大家